未來的MWC 2019 不少廠商都會發佈旗艦手機 不過如果大家未必選擇旗艦手機的話 都會選擇中階手機 好像會新推出的華為的Lovar 4 到上打撈屏幕都頗特別 打撈屏幕是今年流行的手機設計 目的就是想提升屏佔比 Lovar 4 自拍鏡頭當然是當中最小 小還小,但不會遮住看螢幕 電影Trailer 一般都用上16比9的比例 放在19.5比9的屏幕上 其實都沒有什麼影響 就算放大到全屏幕欣賞 自拍鏡頭都不會太阻定 當然,如果不喜歡屏幕上出現一個洞 都會將畫面上方切成一條黑邊 喂,打遊戲又怎樣? 試玩PUBG,環島手持的時候 只要將自拍鏡頭放在一個左下角 就不會遮住任何畫面 當然,錯張屏幕轉轉180度 鏡頭就會阻礙地圖 值得一提是 Lovar 4 雖然只是一部中階機 用軟件跑分成績只是一般 但用上最高畫面質素去玩PUBG 畫面都頗昌順 官方宣稱 Lovar 4 的性能可以比美旗艦級機種 影相水長又怎樣呢? 試一下自拍 2500萬像素的自拍鏡頭 有AI 美眼功能 人像散景效果都不錯 和旗艦機分別不太大 這部華為的Lovar 4 用了三鏡頭設計 拍攝效果其實都真的不錯 不過今次我將是月級挑戰了 V40 和 Mate 20 Pro 比一比 不知道大家分不出哪張照片是去拍的 第一個測試以首面內置的AI拍攝模式 拍攝夜景 到底哪幅影像才是Lovar 4 拍的呢? 答案其實是 B 變速物試條都頗實正的 雜訊也不算多 第二回合 測試室內的廣角拍攝效果 A B 還是 C 才是Lovar 4 的拍攝樣本呢? 答案其實都是 B 前景表現其實都不錯 但可以留意背景上方的窗框似乎就 Over 了 最後一回合測試日落的拍攝 今次三幅影像的效果分別都頗明顯 同樣 B 先是 Lovar 4 的拍攝效果 背景運載拍得很出色 但碼頭前景好像暗了些但都不算太差 和旗艦機相比 Lovar 4 的拍攝功能難免弱了些少 好像在廣角拍攝之下 用不到的夜景模式 明顯就比 Mate 20 Pro 拍攝效果差少少 事前 Lovar 4 覺得各方面表現都頗平均 外形頗漂亮 畫面不錯 以及 Performance 都頗好 拍攝方面都有水準 而機輪機三次幾元機來說都頗值 不過鍾不喜歡華為這個牌子 就你們自己作主 動腦Q 升級主播贏 有請楊千驊 2月27號晚上10時半 約定你和千驊一起Q the money